怎麼看這個吳一農他提出了一個證件 就是在2026年前 把這個台北汐止以及基隆的行政區來合併 我想這個證件 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覺得吳一農委屈了 他不應該選立法委員 他應該去選總統 議員今天最後一天 那心情怎麼樣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我今天就是 繼續的拼 希望能夠在最後一天 能夠爭取到更多的選民來支持 就是不能夠鬆懈 然後我還是會拼到最後一刻 他昨天還說好像你特別喜歡罵民進黨 然後還說希望你拿這樣的熱情繼續在北市府來監督 我常常覺得吳一農先生的邏輯怪怪的 就如同我覺得民進黨有很多地方應該被強力監督 所以我當然應該進入國會立法院去監督執政黨 怎麼看這個吳一農他提出了一個證件 就是在2026年前 把這個台北汐止以及基隆的行政區來合併 這個政見 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覺得吳一農委屈了 他不應該選立法委員 他應該去選總統 事實上我們過去的六年 我們的超增金額是新台幣1.1兆 但是大家看超增這麼多的金額 那麼財政部有還債嗎 沒有還債啊 然後繼續的亂花 所以其實還稅於民我有講過他的精神 除了是把多收人民的納稅權還給人民之外 第二個就是多出來的錢 也應該要有一個制度去固定的來還債 以免我們再留子孫 所以現在財政部告訴我們 他還要舉債來做這個發現金 我認為簡直莫名其妙 所以我才跟大家報告 我進入立法院之後 我一定會去徹查了解 我們超增的1.1兆 到底錢他們花到哪裡去了 主席因為講到團結 但是晚上好像讀車這個侯市長有問過他 晚上我們有謝謝馬總統 還有謝謝我們張勝志市長 跟謝果良市長 因為侯市長已經來幫忙兩次了 吳市長也來幫忙好多次 那大家就是分頭來幫忙 我們國民黨今天是沒有 像民進黨有龐大的資深的資源 但是我們有的就是這一份團結的心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主席想先請教一下 這個立委補選結說 是不是有規劃要這個去這個美國 來為這個2024做個暖身 國民黨這個未來啊 面對整個國際一定是包括美國 包括日本 包括其他的民主國家 也包括中國大陸 我們都要保持密切的聯繫 所以我們國民黨任何的時刻 都是會有可能安排這樣的訪問 然後我們這樣的訪問 就是為我們未來 包括我們的總統候選人 或者包括我們重要的候選人 來墊下一些國際交流的基礎 那不管是我本人或我們的副主席 或者是我們重要的黨內的同志 都有可能出訪 但是詳細的時程現在都沒有規劃 所以我們要在我們 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要來看 含咦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